好我們就來看到前哨戰的部分了 現在呢在民進黨部分在3月8號呢 他們就會提請成立了跨黨派的提名策略小組 預估了在4月12號的時候呢 總統提名人單就會公布了 那麼在5月14號呢立委的提名也會公布 好最近賴清德是有動作哦 王定宇怎麼講呢 最近賴清德呢都有安排跟各派系之間來參序 要來調整一下2024的艱難的選戰 畢竟呢先不要黨內互打比較重要 所以呢現在開始有一些犯局 好那麼羅文嘉怎麼講呢 他說民進黨該表達的底線呢 應該就是要如何確保台灣的民主機制 還有生活透過和平對話解決起義 因為到時候如果真的是賴清德 也不管是不是賴清德啦 就是民進黨你出來選的話呢 一定會被問到兩岸的問題 所以呢現在羅文嘉來提醒大家 提醒綠的人如何要讓民眾知道 綠的態度對於兩岸的民主制度跟生活 到底該怎麼樣呢 好那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3月8號就會提出了跨派系的提名策略小組 跟民進黨是一樣的 那麼預估啦到5月的時候呢 立委的提名就會出來 到6月的時候呢 總統提名就會出來 而現在雖然侯友宜一直都沒有表態啊 但是動作是不是先出來了呢 就在13號這一天啊 2024的首場行動治理里長座談會開始開跑了 是不是提前暖身呢 但最近呢侯友宜啊 因為受到了國民黨在南投立委補選啊 被說是戰犯 因為他們選前之夜沒去站台嘛 所以身世似乎有多受到了一些影響 他原本的聲望啊是蠻高的啊 他跟朱立倫之間 兩人呢現在因為國民黨在南投之間的補選 因為落敗之後呢 現在兩個人都成為網路的討論話題 那在這個藍線的部分顏色表深的部分呢 這個是朱立倫的網路聲調曲線 其中在選前呢 他來到最高0.89 但是呢在補選落敗之後呢 聲調呢直接往下掉 最低呢是來到了0.3啊 這麼的低啊 那麼在侯友宜的部分呢 雖然啦他也是被抓作是戰犯 沒有參加選前之夜 但是他的聲望的浮動 是稍微比較小的 所以啊朱立倫如果這個時候呢 他還要來初選 參選總統的話呢 大家都認為啊 這個可能是不太妙啊 因為他這聲望持續的是往低來走的 那國民黨到底是要派誰來出來呢 好 盧修燕告訴大家 在春南花開之後啦 就是表態大選的差不多的一個最佳時機了 好 那開始有一個網路的最新投票 就是說呢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的話呢 你會投給誰 像是在賴清德 侯友宜 柯文哲 目前在這三角都的情況之下啊 好 那麼各個呢 都有一些支持者所在 好 那沈富雄是要告訴大家啦 如果這個民調呢 持續下去的話 柯文哲 侯友宜跟賴清德 最慘的會是誰 就是柯文哲 因為到時候呢 他的高峰一定不會超過20% 一定是落在14%左右 後面就可能會有點被淘汰的那種感覺喔 那郭正亮要告訴大家什麼呢 說國民黨的支持者遇到挫折 心煩的事情就容易患散 所以民調部分呢他認為啊會變成是賴清德領先 好 這是在大選的部分最新的情況 提供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而講到了總統大選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部分啊 國民黨呢預計下週呢 就會成立了選對會來處理2024的初選办法 大家支持者很關心的是 什麼時候要號召侯友宜呢 目前傳出啊 五六月份時間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媒體人講喔 如果你等到七月份的時候 侯友宜才表態的話 那個時候賴清德的民調反過來 可能就會引喉友宜 會不會那次我宇春到七月在表態 那時候賴清德的民調就已經往上了 呃 正是假設性的問題 那會不會越來水漲還高 民調越來越高 這有可能啊 傳出說徵召成那個時序 可能如果在五月裡 就等於市議會的會期期的時候 可能要來見到侯市長 有這樣說話嗎 我想剛才在常會裡面有特別提到喔 下禮拜會成立一個 所謂的這個選對會的這樣的一個組織喔 那這個組織成立以後 大家就會授權這個選對會去做全權的處理 那對我們來講我們是希望說一切都能夠盡快的就定位 那整個黨就可以團結起來 共同去面對2024 所以我想就定位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在這之前我想所有的這些傳聞 就像我們剛才所提到的不具名的傳聞 我想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用的去回應喔 所以我們就不做評論 在過去不管是這個很多的議題上面來講 不管是所謂的什麼不具名的黨政高層啊 不具名的消息人士指出啊這些部分 其實某種程度都造成很多選舉 這個制度上面討論了這樣的一些困擾 那我自己個人其實也常常在講 我們希望說 欸 針對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放話文化 大家能夠具名的發言 做具名的討論 那否則針對所謂的這個不具名的這樣的一個放話 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這個黨在討論很多制度上面 會成為議題上面的破口 民進黨中職會今天討論了2024區立委提名作業 黨主席賴清德他是不建議不建議現任的議員去投入立委選舉 立委賴瑞隆他就講 他說希望民進黨呢不要跟國民黨一樣 這些議員才剛剛選上立刻就投入立委的選舉 他認為這樣的社會觀感形象不是很好 對此時事評論員黃昂明就警告 說呢就是民進黨衝著國民黨而來的 因為未來呢民進黨就可以用這樣的議題去打國民黨 不管是市議員甚至是總統候選人落跑的議題 看來民進黨的起手勢已經開始 還有包括立委的一些處理 包括現任跟競選者挑戰者的問題 那因為現場有討論到希望能夠讓這個 因為我們看到國民黨一些亂象 就對於這個議員來參選 那導致了一些亂象的部分 因為才剛剛當選議員 然後很短的時間馬上又要再參選立委 那這個違背了選民的承諾來落跑 那這部分內部也有做了一些討論 沒有強制性的規定 但是就是希望議員在剛當選沒多久的時候 不要跟國民黨一樣 馬上來落跑來參選立委 這個社會的觀感形象不好 他也只是建議嘛 就是說如果你是現任議員 你可不可以選立委 這件事情也沒有法律明文禁止 然後呢民進黨黨章黨規也都沒有禁止 那你用一個建議 那當然就是為了衝著這個打 現在國民黨有很多的議員有意表 他要參選立委這樣的一個態勢嘛 那但是我是建議這個民進黨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既然今天要打這個 你就把它打到底 你就把它定為這個所謂的黨章 你就規定現任公職不得去代職參選 那我覺得這個也許能夠打國民黨的效果會更好 那當然國民黨也要去個防範 就是說當民進黨已經警覺到 這個部分可以去打 包括現任公職的落跑也好 或者是他們所謂的你不出正業等等的 這樣的議題 那對包括侯友宜來講 其實都會是有一個困境 那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是民進黨已經開始在打 2024的大選 這等於是2024大選的一個起手勢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好但是呢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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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